这皇上又想勾的谁 那不容易去了 不让走 就是不让走 得 伯木伯孤儿啊 这亲王红宝石顶子呀 这一下子算是换了翡翠的了 满绿 走进古迹讲故事 你好 我是昆仑刘石 今儿啊 咱们废话不多说 孝宪皇后 董阿飞的传奇故事 如期而至 在青东陵的孝陵 和孝东陵当中 埋着这顺治皇帝福林 宜的群的妻子们 那这顺治到底有多少媳妇啊 她有皇后四位 正妃七位 恕妃九位 恕妃这一称位 在当年后妃制度 还不完善的清宫里边啊 被称为伏禁 剩下的呢 就是格格了 这格格呀 一共有十七位 这里的格格呀 可不是满洲贵宙 家中的大小姐 在这儿啊 您完全可以理解为 是贵人和答应的意思 家在一块啊 这顺治 一共有媳妇三十七位 在这些后妃当中 有姓和顺治皇帝 一同埋进孝陵子 是孝康张皇后 同家世 也就是这 康熙皇帝的生母 再有一位呢 就是孝宪皇后 董厄世 就是啊 被大家都叫俗了的 那个董厄妃 也就是今天 咱们这段书的主人公 这书刚一开始 就出现了一个巨大的bug 是什么呢 因为呀 这历史上根本就没有董厄妃这一称号 有时候啊 我听着那些董小主的钟粉啊 也一口一个董厄妃的叫着 其实啊 这种叫法是不对的 如果我们提及这位娘娘呢 应该呀称之为孝宪皇后 或者是端敬皇后 那您要是一定要以妃这个位号来称呼她 那您只能称呼她为顺治朝贤皇贵妃 董厄妃这个名号啊 完全是后世 把孝宪皇后叫的世俗化了 咱们要是聊孝宪皇后啊 就只能是一个传说 接着另一个传说 这样的聊 为什么呀 因为关于这位娘娘的传说呀 实在是太多了 咱们呀 先说那个最不贴谱的 清宫演义里说呀 这董厄氏就是秦怀八雁当中 最著名的那个行员里有技术的女人 叫董小婉 诗词歌父无所不能 长的呢 也是倾国倾城 沉鱼落雁 其实不然啊 这董小婉的生平足年 以及埋葬地呀 在民间有详细的文献资料可以佐证 和这顺治皇帝 压根八杆子都打不到一块去 那么这传说都是哪来的呢 坏呀 就坏在这个董字上了 其实呢 这董厄娘娘的董厄两个字啊 是满洲话的译音 这董小婉的董啊 就是咱们汉族的姓氏 我有一朋友就姓董 叫董的多 扯远了啊 在清初的时候 满汉通义还没有一个确定下来的脚本 很多这汉族的史官呢 就把人家董厄氏啊 写成董氏 您翻看满洲老当的时候 如果发现 同厄 东谷 东国 这样的姓氏啊 其实都是董厄氏 这董氏这个名词一出现呢 就让一帮没份下屈的野史文人 抓住了炒作的时机 就编出这么一位董小婉来 还有一个传说啊 就比较离奇了 对细情的描写啊 很多让你挑不出错来 所以啊 就更能迷惑人 这清诗稿上啊 明确写着 孝宪皇后董厄氏 内大臣恶硕女 年十八入室 上眷之特后 宠冠后宫 这段史料啊 给我们提供最大的信息 就是十八岁 这董厄娘娘才入宫 我们都知道啊 这清代选秀女是有制度的 通常呢 都是十二三四岁 哪有这十八岁 才入宫的道理啊 那么看来 这董厄娘娘 肯定不是 选秀正途入宫 哎 这会儿啊 这传说就又来了 这传说是从何而起啊 咱们等会儿再说 咱们先说说 这传说的内容 有人说董厄娘娘 是乡亲王 伯木伯伯尔的正福晋 那这位亲王是谁啊 这位亲王啊 是皇太极的老十一 也就是这顺治 同父异母的兄弟 在清朝的初期 有命妇入室的制度 这些命妇呢 指的就是朝廷命官 有封号的妻子 被服侍的对象啊 不光有皇宫内的皇太后 后妃们 还有这亲王郡王 贝子贝勒的福晋们 也就是说 这是满洲贵族啊 享有的特权 持这种意见的专家 就说呀 这董厄氏 也是依照命妇入室制度 才进的宫 可是呢 这一进宫啊 就出事了 按照顺治皇帝自己的话说呀 就是从来没见过 这么漂亮的人 这两个人再一接触呢 好 顺治啊 就发现这董厄氏啊 不但长得俊 而且呀 这汉族的诗书化 满族的大礼仪 董厄氏啊 是样样精通 这皇上啊 就动了心思了 这么好的女人 留下 说啥也得留下 这皇上又想勾搭谁 那不容易去了 不让走 就是不让走 得 伯木伯孤尔啊 这亲王红宝石顶子呀 这一下子 算是换了翡翠的了 满绿 这一来二去呀 王爷可就有察觉了 有一天呢 这董厄氏 从宫里回来 王爷呀 不由分说 下边一个窝心脚 上边一个大壁斗 就把这附近呢 给打了 打了自个儿 媳妇不要紧呢 人家外边戳着 那丝汉子 可不乐意了 顺志得着信以后 把兄弟就叫到了宫里 不由分说呀 上去也是一个大拨喽 这王爷呀 也是真对得起他们 回到王府之后啊 夹气伤寒 一口气没上来 憋屈死了 顺志皇帝 也是真敢吓家伙 自己兄弟尸骨未寒 就把人家媳妇啊 接到了宫里 封为了贤妃 顺志十三年 礼部回奏皇帝 定于呀 8月19日 册封董厄氏为妃 并且呀 就在这一天 还要举行 董厄氏的 册妃大礼 这皇上一听啊 只不愣脑袋 给礼部的批文呢 是这样写的 何硕乡亲王 空氏 故不然举行庆典 有的学者就说了 你瞧 这不就是心虚的表现吗 综上所述啊 听着挺呵护情理的 不过呀 那是他们那些主播 我呀 得逐条的 给您掰扯掰扯 这里边的事 咱们呀 先从伯木伯伯尔说起 这王爷是哪天死的呀 王爷空氏那天呀 是顺志十三年的 8月22日 有人说对上了吧 你看22号死的 25号啊 那边就风贤飞了 其实啊 这前边还有一件事啊 值得人们推销 顺志十三年 润五月的12日 在宫廷里啊 有一次大型的祭祀活动 这董岳飞的父亲 鄂朔呀 当时说实在 官不大 在这次祭祀活动当中啊 竟然排在了 大学室索尼的前边 所以呀 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 这董岳娘娘的父亲 鄂朔呀 在五月份的时候 已经啊 沾了自个儿姑娘的光 升官了 还有一点呢 就说这清初的 命负入室制度吧 这呀 是奴才伺候主子的一种形式 是满族的宫廷礼仪 您算算吧 这董岳氏 但分他要是福晋呢 他应该是主子的身份 在王府里等着 别人来侍奉才对 他又怎么会来宫里 侍奉别人呢 在清师路等官书中都这样记载 顺治皇帝 有一天呢 向孝庄皇太后提议 命负入室是满洲旧制 对汉臣呢 是莫大的羞辱 如此不如取缔 这会儿呢 大清国呀 正是用汉臣的时候 孝庄皇后啊 一听 有道理 就同意了顺治皇帝的建议 这是哪年啊 这是顺治十一年的事 跟这顺治十三年 发生的这一系列事啊 他不挨着 也就是说 这乡亲王死的时候 命负入室制度 已经废止了两年多了 万事不能空穴来风 那么这些故事 都是从哪传出来的呢 有这么一本书 是当年的 青天坚的监政写的 这位监政啊 他是个德国人 叫汤沃旺 这本书的名字呀 叫做汤若旺传 其中呢 记录了汤若旺的一段回忆 汤若旺说呀 顺治皇帝 和一位满洲将军的夫人啊 打得火热 被这位将军发现后啊 将军就打了他的夫人 顺治皇帝得到消息后 把将军叫到宫中 不但加以身斥 而且掌锅了他 就是给了一个大嘴巴 那个小日本怎么说来着 三宾的给 这将军气不吠呢 就自杀了 将军自杀以后啊 倒成全了皇帝和这位妇人 这位妇人啊 就被接进了宫中 被封为了贤妃 哎 这不明显说的就是懂恶事吗 不过呀 咱们得这么分析 这里边啊 可没说这位将军 就是湘王爷 再者说了 这湘王爷 伯木伯沃尔 他也没有军功 也不是位将军 最为重要的一点啊 是这伯木伯沃尔啊 人家正附近 姓伯尔吉奇特 是克尔沁草原 和朔达尔汗 巴图鲁亲王 满珠西里的闺女 那有人说了 那这懂事啊 就是侧附近 不对 这亲王啊 死那年 满打满算才十五 没有侧附近 所以啊 这么一分析啊 这谣言呢 就不攻自破 但是 哎 这但是来了啊 不过 只代表我个人观点 要说这汤若旺啊 作为一个外国传教士 可能这消息啊 来的不准 但是 他完全没有必要编瞎话 综合董厄飞18岁 才进宫这一点来看呢 董厄飞是二婚 我是相信的 有哥们说啊 你这不越说越糊涂了吗 留下一堆问号 没关系啊 这些历史谜团 专家都解决不出来个离个儿愣 咱们在这呢 也就是掰吃掰吃 没准啊 这大伙都掰吃掰吃 就掰吃清楚了呢 董厄飞的故事啊 挺长 我看呢 安排出一期来讲啊 有难度 所以呢 我准备明天啊 咱们接着捞下半截 我是您的好朋友 昆仑刘石 喜欢我的频道呢 您就关注点赞并转发 您的支持 是我能持续更新下去的 唯一动力 您记准了啊 自要您长按点赞啊 咱们是明天准见 拜拜 拜拜 您好 拜拜 您好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